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中医医师之外 对中医护士亦同样需求恩切 但传统以来 香港护士的培训科程 都是以西方医学为主 因此无论业界或公众人士 对中医护理教育亦十分关注 中医护理发展教育与实务座谈会 今集请来的嘉宾 是注册中医师陈平迅博士 陈博士在任职中医师之前 既是注册护士 亦有多年护理教育的经验 他会和大家讲述 在过去30年以来 中医护理在香港的发展概访 还会和我们分享 他对中医护理未来发展的一些看法 很多谢公开大学邀请我 下周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30年 我在护理界和中医界 涉猎过的一些经验 其中你们在座都有 绝大部分都是护理系的学生 以及会进修中医护理的 我目前在元朗区是行医中医业的 在03年退休的 沙士那年 之前我在屯门医院护士学校做校长 三十年前 即是1990年的时候 我自己一直在学校做护士教师 在1980年底 我已经是在香港的私人院校 读中医 所以到后期一路发展之后 就是更加投入了中医行业 如果说中医护理 我们会有一个关心的问题 到底是中医护理和我们现代西医的护理 有些什么是共通的地方 还有有些什么是理念上很吻合的 当初引起我对中医的兴趣 其实就是 我在1973年 入了伊利斯法医院做学生的时候 第二年 我已经是在元朗区 有一个中医师 就举办了一些药物学的 一个四个月的课程 所以由那时候开始 我一直一直对中医药有兴趣 所以我在湾仔的有很多私人院校 在香港中医研究院 在读中医课程 所以其实我的历程 就是由入了现代的狐狸学之后 很快就投入了中医的接触 随着我一直做了Tilter之后 我就更加在中医界那里 一直摸索 一直去学习 我发现原来我们的医学 和中医业 是有很多吻合的地方 我们关于所学的西医的环节 西医很多时候 是被人说是symptomatic treatment多 majorly就是Q 对于Holism那方面 就是比较少一点的 到大约三四十年前 西医那边才发现 原来狐狸界的Holism Holistic cure and care 是非常优秘的 所以有时候西医就开始着重 就是一个全人的医疗了 但是第一个中医和西医狐狸的吻合的地方 就是Holistic cure and care 这个Holism这个concept 其实是我们护理解 在七十年代 是拿了外国的Nursing 有一批是外国的Nursing pioneers 是他们去focus的 但是这个Holism这个concept 是外国护理解 在五十年代左右 就拿了外国的哲学和psychology的同业 是拿了回来的 而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 就有一批外国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他们仰慕我们东方的哲学 就来了东方取经 当时就是拿了我们中国中医的传统 全人医疗 全人健康的概念 就去了外国的心理学界和哲学界 而外国的Nursing 就是在五十年代 上世纪就拿了Holism去了Nursing 然后我们香港在七十年代 就拿了外国的Holism回来香港 这个就是我们护理解 是和中医是极之吻合的 一个全人医疗 全人健康理念 第二个方面就是 中医里面有所谓的整体观 阴阳五行 人体的小宇宙和外面的大宇宙的一种 是契合 这些concept 其实我们古代的一些聪明的智者 已经在医学界里面 就综合了很多这些理念 在皇帝内经里面 很多很多这些 所谓人体自身整合 和人体和外面的两大环境整合 外面两大环境就是物理的环境 和人制环境 我说了这两个concept 其实证明给我们听 我们nursing是去读中医和中医护理 是非常之合契的 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 我记得是1992年 我就是帮香港护士会 在湾仔海电大厦 是扮认了初级证书 中级证书和高级证书的课程 是给现代狐狸人员去进修的 当时由于未到97年 董建华特首 就未曾鼓吹中约港 中医港那些东西 但我也觉得 应该在未来 会有机会有这方面的发展 所以我在海电大厦 就扮认了几个级别的课程 就给现代的狐狸人员 当时很多同业是非常之有兴趣 也都是去那里准收 由此我们就开始展开了 狐狸界人员去接触中医 和中医里面的狐狸 中医以前在古代 就是医代狐的 但医代狐在现代 就是未必合经济原则的 因为是聘请护士 一定是比聘请一个医生的 所以就算是广州中医院 他们都改革了 1995年之后 中医院里面的医生 和护士的比例 就开始拉开了 他们的目标是去到 1比5、1比6、1比7 另外他们开始 筹备中医大学的狐狸学校 而且一定要有工具书 所以当时他们集合了 全中国有很多出名的大学 有兴趣的教授 一直在写着第一本 中医狐狸的书籍 后期再拓展到中西结合狐狸书籍 有90年代初 在坊间的书局里面 就开始终于找到这些书籍 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我们只能够在古代的医书里面 去摸索、去走沉 但第二个跟我们 因为血压会偏低 我们古代的中医 也都会这样去处理那些 虚脱的病人 即是休克 另外我们古代也都知道 在医书里面有提及 一个敲喘的病人 我们的家属或中医 就会把他捉住 和调前 助臥的位置 方便呼吸系统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例子 冷敷、热敷等等 按摩等等 全部都是我们很多 Basic Care 我们现代狐狸人员所熟习的 Basic Nursing Care 所以有很多这些是吻合 我们和我们的Nursing 其实是一家亲 相信现在他们的人手比例 一定是拉开了 下乎经济原则 还有就是 现代的中医狐狸学 和中西结合狐狸课程 也都不断展开了 他们的狐狸系 是全中国其他大学的狐狸系 也都不断开办这些课程 你会一旦看下去的PowerPoint 就会发现我们的现代狐狸人员 如何去进修中医狐狸 这是逐步发展的 逐步发展 我们需要有一些书籍去参考 当然我们是半途出家 读了现代狐狸 然后再去进修中医的色彩的狐狸 所以我们是有一些狐狸学 也是中医的基础的保健 和技术的技巧的人 是去进修的 所以我们有初期的一些书籍 和书籍 就是会编排初步的参考 和如何合并 某些理念 这三十年来到今时今日 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书籍 里面有很多现代的西医狐狸 和我们中国传统的中医狐狸技巧的结合 我们现在有十八间中医诊所 科研中心和服务中心 另外我们在四年后 就会有第一间的中医院 迟到好过无度 我们的中医院发展太慢了 慢过德国的 所以我希望将来会加速步伐 无论如何 我们在一些新的书籍里面 我们会尽量保持中医 和中医狐狸的特色 为什么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呢 中医狐狸特色 就是说 我们在不断进步的现代狐狸之中 如果要合并中医的理疗仪器 中医的理疗技巧等等 有一个危险就是说 由于经济的需求 由于一些大学里面的设施 逼一些预算的问题 可能他们会用接近西医的 要求西医的设施的模式 逼预算的 就会逼多一些 如果是用中医去取得基金 就可能会少了很多 所以你会发现 在中国大陆 有一些不太健康的现象 就是有些中医院里面 很多西医色彩的一些东西 侵蝕着中医的特色 这个我是不想发生在香港 未来的医院里面 和陈所里面 应该是尽量 在发展现代高科技之中 都要顾念中医本身 中医本身有它的特色的好处 就不可以全面性西化 OK 另外就是 在讲到theory和practice那方面 我希望能够不断去 能够参考 结合 能够怎么样去实践到 是理论里面所说的精华 中医有很多技巧 除了basic care之外 中医有很多理疗的 就是白冠刮沙 推纳等等 有很多是針灸的疗法 針灸的疗法等等 有离子导入化 有很多是用现代的一些科技 慢慢去和中医的一个色彩的技巧 结合 然后建立了一个新的 现代中医学 现代中医的服务 那么传统中医和现代中医有什么分别 传统中医就缺少了现代中医的一些 比较纯正医疗的一个证据 原来古代就是 是在服务之中和它的疗效之中 已经暗中藏了科学的证据在里面 只不过我们没有现代的西医 这样一样都用一个 叫做research signific的一种研究 去达到证明 但是我们都不断 特别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目前中医都是在执行世界牛耳 所以日本和韩国的中医都比不上的 虽然它们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始终牛耳都是掌握在中国中医手中 那么我们希望就是说 将来我们是发展的时候呢 是 除了是会有先进的现代的一些中医的特色 包括了 animal model的研究 叫做动物实验 然后去拿一个证据 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是现代读 三家学院所在的学生 他们都会读一些anatomian physiology 会读一些药物背后的化学成分 所以中医背后的化学成分 现代所读的中医是需要学习的 但是古代就没有这方面的学习 所以现代中医是要有一个讯息 就是会和西医慢慢去融合 去借助西医的优势 去参考西医的优良的一种实验 的report 和很多是high tech的一种CT MRI等等那些result 怎么样是和我们呢 是中医去认证 这就是理论和实践也很重要 也都要保持我们的中医会理特色 在两者的interface的过程之中 我们会发现就是 有很多哲学性 心理辅导 建考性 药物性等等 甚至是rehab primary health care 都有很多时候 是和我们中医那里是可以融合的 那我们是在哲学那方面呢 我们有所谓就是全人健康概念 有很多是关于就是整体观 行动观 正气论等等 那里面有很多其实 和我们现代生命科学呢 其实都是吻合的 不过是用不同的terms呢 是去演绎的而已 那所以在哲学上面 我们绝对呢 是有教无虑 中医和现代狐狸呢 都是叫做有教无虑 我们呢 是要有一种良好的医护关系 所以呢 我们要有呢 就是一种是 悲天敏人的心肠呢 去对待我们的client 那所以呢 哲学那方面绝对是可以结合的 结合得很漂亮的 另外在心理辅导了 中医里面有很多情志学 这些情志学呢 是讲及 我们人的七情六欲呢 的一种互动 互相影响的关系 怎样利用一种情绪去克服 利用一种情绪的缺点 那这些呢 亦都可以和我们现代的 所谓西方的counseling theory 是可以吻合的 西方有很多是关于 人道主义的辅导 人制关系的辅导 危机处理 problem solving 等等 就是那些这样的counseling tendin 其实是可以和中医呢 去里面的情志学 去结合的 那另外呢 就是在技巧性 不用说了 更加很多basic care 是大家可以共通的 和将来有些specific care 一样可以借助高科技 是如何在中医院里面 去合作的 在药物性方面呢 更加我们知道了 中药背后的化学成分 更加容易呢 就是去研究 药物的动力学 中药和西药 进入了我们的场合里面 其实有什么途径是相同的呢 有什么途径的分解 排出是不同的呢 那我们可以研究 那我们有讲及中医药物的配偶的关系 但是中西药物又可不可以配偶呢 这个设计有很多呢 在药物学校方面的知识 我们可以进一步进修的 另外在表格方面呢 我们写狐狸计划 就有很多很多step的 那我们可以在现代的医院的表格里面 加某些环节是蝕疹、默疹、 甚至体质、性格等等 都可以在那个表格里面 列进去 然后给我们护士去贴 给一个中西结合护理人员 去贴这些资料的 那我讲起呢 就是性格和这个 体质学说 其实中医学里面的书籍呢 是非常之丰富的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动识呢 很多我们的病人的体质 体质不是单一的 每个人的体质都是复合性的 有很多矛盾性的 所以呢 我们怎样是借助这个中医体质学说 和性格的一种探讨呢 去了解这个病人 然后呢 和现代的护理学结合 那我曾经有一个异常天开呢 如果我们香港能够呢 是做一件很basic的 preventive medicine 叫做预防医学 预防护理 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就是 要政府合作呢 民间合作呢 全民的性格调查 全民的体质调查 原来性格和体质是左右一个人的命运的 和一个人的疾病的趋向的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体质 不同的性格 他就会出现了有不同的疾病的趋向 和愚合的一种速度 都有不同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希望呢 如果透过香港 能够民间地 和政府有资助呢 去调查全民的性格 和这个体质呢 那么我们在预防医学那方面呢 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也都可以减少入院的人数 好了 这个说了这么多 其他都是一样的了 在理疗那方面呢 我们有很多是 可以和现在的狐狸呢 是去吻合的 健康鑑定 Western medicine and Chinese medicine 其实有不同眼光 但是这些眼光是可以融合的 我们现在呢 任何现代护士读过中医狐狸的话呢 他脱不掉这对眼镜了 就叫做结合眼镜 中西结合眼镜 那么我们去看任何一个病人 都是用中西眼光去看的了 我们懂得看一条舌头 懂得摸个脈 摸钉是我们现代西方护士 所学的一些技巧 原来中医的脈像 和中医的视像 是我们两大绝技来的 另外药物的配合 中西药物的配合 更加是多学问了 将来我们的诊所和中医院呢 是不是可以剔除一句说话 就是说 你正在吃西药 你就不要再碰中药 西医经常说这件事 我不懂你不要闻 你最好不要吃 如果说这句说话呢 证明它是一个outday的西医 一个真正update的西医 它就不会这么说话的 OK 它一定会客观地 告诉病人 你某种病 到这个阶段 其实是什么医学对你最好 这样才有一个客观的西医 不可以盲目去排斥的 那我们的问题就出在呢 这三十年来呢 就是没有一间正式的中医院 所以它是会导致很多 三间医学院的中医毕业生呢 就是失业的 因为坊间呢 没有中医院 十八间中医诊所也都是很少席位 所以这三间中医毕业生呢 虽然间他们会要读买二十多个百分比的西医基础 但是具有中西知识的医生 出到来失业了 那就要去做这个销售员 药物销售员 那这个对他不是很公平 由于没有医院 诊所的席位少 加上坊间的药材店的中医席位呢 这些是由于他在药房做了十五年 那就可以做中医了 药房做了十五年 可圈可点 他做什么呢 是不是 他是配药的呢 还是医生呢 他是不是粮茶还是中医的贵价品呢 完全都不是那一回事 但是由于种种政治关系 当年令到坊间有相当大的成份 不是真正中医 那这个是拖下了整个香港中医业界的水平 这个是长期以来我所评激的 我和卫生署以前助理署长 我和卫生也有说过类似的话 我觉得不是太妥了 这十八家中医诊所 其实都是花了十几年 才能够抽足十八家人 初初的时候很慢 当时我在香港狐狸学院 和后期的香港中医狐狸学院 香港中医狐狸学院 一些奠基者 就是一班有心人 在我们狐狸界的 其中一个叫做许彦卿女士 他有一个动力 他读了就是 城市大学有一个中医狐狸文憑之后 和他的同学 一起成立了香港中医狐狸学院 我也是他们七个顾问 其中之一 我当时也是帮他们 两家学院 筹备了很多基金 给他们办课程 给护士 当时很多护士很养蕭来读 所以我们可以 一班是收百 一百二十人的 可以一日带两班 当时也赚了很多经费 帮他们有业务的发展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的 他们和中国大陆 特别是广州中医院大学 就有很多的交流 后期他们做了很多很多 关于这个狐狸街 和中医狐狸街的联系 香港护士管理局 亦都是在九七之后 就是开始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当初我们 各方面的高级人员 就在养和医院 就开了四个月会 将我们整个课程 重新改革 重新编写 其中一个环节 我提出来的 一定要加入中医狐狸 那个课程 在四年或者三年 高级人员的课程中 要加入中医狐狸的环节 当时我的建议是六十个小时的 但是后期由于他们 他们本身的现代护士训练 都很细 所以就是把六十小时 缩到只有三十多小时 这个绝对不教 三十多小时 我们只能教一些精华中的精华 浓缩到几乎看不到 那么这个就是 希望如何都好 都是有一个 初级的中医狐狸的概念 目前都是 现在四年的大学的 女性 degree 都有三十多小时的 中医狐狸的课程 在三间 现在只剩下三间 是训练 现代注册护士的 就是伊利森林医院 明爱 和屯门 就是我以前那间 的护士学校 护士训练三年 都有三十多小时 那么我退休之后 我在03年 沙士那年退休 退休之后 这十多年来 我不断去教书 我帮大学 帮护士学校 都是训练中医 护士这个环节的 在哲学上 健康検定上 我们当时 都有安排一些 上山採药的环节 那些环节 那我训练一些 大脑游巴 车几十人 上车 去到山 山脚 然后就特急下 上山去採药 去拍照 那么这些 也都是当时 是我们狐狸界的 一个新鸣点的热潮 就是 这个 现代护士 对中医狐狸 是很有兴趣 那么 另外就是 大学狐狸系 有中医狐狸课程的 那么 现在那个卫生局长 Sophia Chan 其实当时 她是在做香港大学的 狐狸系主任 那么 她也邀请我 是有几班 去帮他们教书 那么 ok 另外就是 后期就是 这个 这个PolyU 和 中大 港大 公开大学等等 就陆续举办很多课程 好 那么 公开大学也都发展得非常之蓬叛 另外就是 中西护理协作和结合的护理教育 那 协作和互相合作 这个是一较初期的构思 因为未曾很成熟 到了陆续将来 我们应该是有一个结合了 在思维上面 在那个thinking concept 一个help concept 我们可以去认真结合 成为一种生命的理念 另外就是 但是在技巧上面 我们是可以去合作的 可以去更加结合多一点的 那么 另外还有很多方面的结合 在diary那方面 更加可以结合 中西护理的一种教育 我希望每一个各方面的有心人 尽量去贡献多一点 特别是我们香港的公开大学 那么 我希望将来 更加我们在中港护理学的学术 南床交流 由于我们香港是缺乏了中医院 所以不但中医没有实习的地点 我们的中西结合护士 亦都很少实习的地点 最多只是我们学院里面 有一些实验室 有很多硬件 软件给我们去看 但是真正的实习 就应该是在现场 有住院的病人 他们有一个 连贯性的care plan 给你看到 他的进展 他的病情的发展 是恶化还是pronosis 很有力 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些才是真正的实习的场合 就不只是在实验室里面 找一些硬件 这样 我们摸真正的病人的墨像 一定是好过去摸机械的墨像 所以我希望医冠局 可以逼多些钱 尽快推广 就是多些实习的场地 一间中医院是不够的 我构思中 香港应该有三间的 有三间是中室结合的医院 才够用 当初我是医管局委 我在医管局众博一个委员会 我们有七个顾问 我是其中一个非西医的 我当时和他们写了很多建议 其中包括了 多久之内要有十八间中医诊所 多久之内要有第一间中医院 但是后期我退休了 我们在西医的高层 去发展中医 其实始终是慢一点的 所以 特别是基金的问题 所以最终就是 一直禁止了 一间中医院到现在将来 全面性中医院开放 我预测 二十八年 由董建华特首所说的概念 中医讲中药讲 到将来 第一间中医院全面性开放 起码有二十八年后 所以我认为是慢一点 不过慢比没有 另外 当然 城市大学也是相当先进 在2000年已经在办中医护理 民旁课程 香港中医护理的 这个实际无门 这个不用说了 一定是 现在还是实际无门 我们希望借助大陆的优势 是多些我们的护士 或者医生 是可以大陆实习 大陆对我们的贡献都很多 另外就是 中西医结合护理教育对象市场 这个是和你们识相关 有很多现代护理人员 是会去读中医护理 是吧 甚至我以前一些 课程的学生 引起极大兴趣 我印象中有大约四五个 就是去了读中医 他护士不做 全职就去读中医 现在都做了医生 这个也是我们狐狸界的一个 靠进步的一种现象 美类去读中医护理 到底有什么来源呢 有几个构思 中国护士 可不可以来应急呢 如果我们中医院开得太快的时候 不够人容 可不可以借助大陆的护士来呢 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手组很复杂 对不对 他们以前所学的 是跟美制的西医护士训练 我们香港的护士 是跟英制的护士训练 所以那里有少少的不同 这个也是有很多手组问题 未必是可行的 另外就是中学的毕业生 这个我们要特别设计一个课程 现在所有大学去开的中医护士 其实是招募一些现代护士 现代护士已经有绝大部分护士的技巧 只不过是中医概念 所以就是 如果是新的那些 我们的课程就要重新设计了 可能是要读多少年 它才可以成为一个 具有现代护士技巧的一种中医护士 如果是招募一些 matric的学生 另外当然 我们的登记护士 或者是注册护士 现在登记护士 就是得一间 就是 郭荣雄医院学校 是设计EN 课程 那他们就是 EN 没有中医的狐狸读 但是RN 就有 所以他们要读三年的一种 part-time 去成为RN 他们就要读 我也是负责去教的 HKU Space等等 我会在他们的学校那里教书 令到他们可以有三十多个小时的 一个中医护士的课程 另外 注册护士本身 无论大学的四年 degree 或者是 课程学校的三年的 high deep 都是有三十几个小时的 当然三十几个小时 是太少了 不过没有 另外 随着中医的狐狸 在香港越开 越多的课程 越多护士接触 越多西医的认识 有些西医都去读中医的东西 我相信是老人院 如何引入中医服务 入去老人院里面 未来我相信 如果在广泛的院舍里面 假如有些病人 他又是看西医 又是看中医服务 难免那里的狐狸人员 亦都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大学 亦都可以办一些这些课程 专门给院舍的护士 或者是那些服务员 这个市场都很大 医院里面有健康助理员 和院舍里面有康护员 亦都将来需要去学中医狐狸 说了这么多 到底如果我们主力是要培训 现代的狐狸人员 去成为中西医院护士 然后去中医院里面做 而中医院需要的护士人数 亦都相当多 这样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扯驳了 现代各间的西医院里面的护士人数呢 所以我相信 有关当局一定要考虑 医院里面 招聘了不聚业的护士 可能有些有兴趣 就去报名去读的了 将来打算去中医院做的 那么这里会削弱了 那里的人数 然后护士学生也是 有些护士学生 读到下 不如没多久 可能又会去 涉叠中医护理的层面 也都可能会转去其他医院做 那所以在那个总基数下 那无论是大学部分委员会 那些学生人数 每年要不要增加呢 就是这样 而且就是我们医管局的护士学校里面 培训练的护士学生 是和三间中医大学 是去合作的 浸大 中大、港大 ok 所以就是他们里面的比例都要合理 如何监察未来的筹办课程 那我知道OpenU也办了很多有关课程 那未来如果要应付呢 是中医院的大量需求 那他们以前在护士学校所读的三十多钟之后 是不够涉牙蜡的 那所以呢 我希望呢 就是 希望能够tock up 是二百个钟 最少人都要tock up二百个钟 才可以去中医院做 所以呢 未来的课程是不是要读 当然是不同级数 是吧 普通的万旁课程 还是Basic Degree 还是Master Degree 就那个这样的 是 时数呢 所再进修的时数呢 是要多少呢 就是大家要去看住 和课程的长短深度 都要去看实 那哪些机构是要负责去看实呢 就是 大学的护士 医贡局 卫生署 中医院筹办委员会 他们有个责任呢 是去看看这些课程的深度长度 实习的地点 还有没有sponsor 如果有sponsor 就多些人去读的 不如生未来的新级 他是一个中西结合狐狸人员 他的新级 要不要有一个津贴呢 还是高一点呢 这样 所以呢 这个是 未来有关的机构 是要去看实的 那就是我所说的 就是这么多 今天很多谢大家的耐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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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